你是愿意当杨超越这种自由的贫民库少女 还是李子婷这种被严格管教的附加千金 2020年火箭少女去了李子婷长大的泰国录制团宗 但李子婷从头到尾的表现却不像本地人 比如给大家介绍当地小吃 她要求助另一位泰国成员 比如大家都在羡慕泰国教育自由 下午三四点就放学 但李子婷立马摇头 不我不能这样我还要去补课 更甚者她连泰国意义重大的毕业晚会都没参加 因为爸妈不允许 跟李子婷的遗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超越 她直接霸气喊话 我杨超越的人生没有遗憾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两个同龄少女截然不同的心境 我想即使家境也是父母的教育方式 杨超越的家境众人皆知 出身贫寒父母离异 父亲在岩城的钢铁厂打工 早期晚八一个月拿着三千块的死工资 母亲则在嘉兴的厂子里忙碌 对于杨家人而言 解决温饱才是首要问题 哪还有功夫考虑女儿的教育 而对于杨超越来讲 她觉得即便自己考上大学 家里也供不起 于是没过多久 她便辍学打工了 比起没有遗憾 她更像在安慰自己 不能有遗憾 当杨超越在羡慕 无需为生活奔波的同龄人时 千里之外的泰国 有个叫李子婷的女孩正想逃离家庭 李子婷是一名泰国的第四代华裔 家境不俗 小小年纪就得到过泰国公主的接见 团宗里透露的住址也是独栋别墅 和所有的富裕家庭一样 李子婷父母实施的是精英教育 从李子婷学会认字的那一刻起 就被父母要求学习各种才艺 声乐 钢琴 吉他 绘画 体操等 小吃街不准逛 游乐场也不准玩 那些太距离常见的小姐妹逛街 看帅哥的桥段 在李子婷的青春里一次都没出现过 但与之相对的是 如果没有父母的严格管教 李子婷不会申请上斯坦福国际大学 也不会成为经验全场的实力挖口 她在羡慕杨超越的野蛮生长 安置杨超越没有羡慕她的多才多艺 杨超越被王司徒骂关系户 敢按戳戳的发印子回对 为啥李子婷被骂长得像安康瑜 却一句话都不敢说 2018年6月某创决赛正式拉开序幕 热衷于指点江山的王思聪看完后 先是发了一条愤愤不平的吐槽箔 之后又在评论区搞起了人身攻击 她将矛头对准李子婷的脸 嘲笑她两只眼睛中间隔了个太平洋 活像一条安康瑜 可面对王思聪赤裸裸的外貌羞辱 李子婷却挡起了缩头乌龟 反观她的队友杨超越 倒是驾轻就熟的掌握了内涵人的技巧 2018年8月 火箭少女的第一名孟美琪和第二名吴轩仪 因公司与鹅厂的纠纷双双宣布退团 C位一下子落到了第三名的杨超越头上 看到这则热搜的王思聪 立马酸溜溜的发微波称 鹅厂为了给杨超越C位真是用心良苦 很快这则消息便传到了杨超越耳中 杨超越轻描淡写的发了一条意思 乍一看是在文化版 但文案却别有深意 超越妹妹直言 这个好难操作 不过人生敢于挑战 疑似隔空喊话王思聪 暗示自己根本不待怕 要论佳靖 李子婷还更生己仇 为啥她不敢这样 因为除了佳靖 她的颜值人气都远不如杨超越 杨超越一直以来的称号都是美丽废物 废物是指她的唱跳实力 但在立人设早进去这方面的实力 杨超越可是名列前茅 所以她在综艺上的表现异常精彩 撇去这一点 她还有一张男女老少通吃的青春脸蛋 就算不难挨斗 转行去演戏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李子婷不同 她的长相是小众的年系长相 特征就是眼巨宽 这类美人很讲究氛围感 喜欢的人会觉得惊艳 讨厌的人就会像王思聪这样 此外语言上的隔阂注定她在短时间之内不能做到金句输出 这些列是让李子婷的人气远差杨超越一大姐 即便她想回对王思聪也缺乏强大的粉丝团支撑 可无论李子婷怎样都不该是王思聪不尊重人的借口 值得一提的是李子婷身上的另一争议也跟王思聪有关 2018年李子婷妈妈意外让父亲背上了叛离王思聪的背名 该年11月各大论坛突来兴起了一个讨论帖 直指李子婷的妈妈 据楼主描述李妈妈在ins上发了一个李子婷的相关视频 但因为对背景一座消音被人扒出视频中有个女生 跟对友父亲极为相似 这个女生还说了一句我们都是天鱼的 但现实中的父亲归属于王思聪的香蕉娱乐 莫非父亲已经找好了下家 正因如此心机如焚的父亲粉丝第一时间展开辟谣 表示这只是一个跟父亲声音相似的女生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让父亲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因为李子婷的妈妈发现大家把矛头对准父亲后 连夜删除了这条印子 如果不是父亲解释清楚即可 为什么要预感迷章的删除 一时间李子婷妈妈成了靠出卖队友来搏热度的新妓女 然而此事并未有实锤 现在的父亲也依然还在相交 这大概率可以洗清李妈妈的冤屈 可令李子婷始料未及的是 她在两年后再次因为印子摊上市 2020年6月李子婷接连在印子上发了一些治愈期动态 先是一张输液的生病图 佩文是在哭诉自己耳朵极度疼痛 后来在深夜她又发了个醒目的SOS 疑似遭遇严重事故 没过多久 这些动态就被集体搬运到了微博 不知实情的吃瓜群众开始嘲笑李子婷炒作 但很快一份哇唧唧哇的官方声明 就让这些人长红了脸 社名中写道 李子婷换上了突发性耳鸣 将缺席火箭少女的毕业典礼 好好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耳鸣 粉丝列出了公司的罪状 为了演出公司把这群女孩当成机器使唤 天天要她们凌晨五点才下班 没有一丝喘气的机会 所以李子婷的耳鸣并非突如其来 而是有迹可寻 只是不知道公司有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在拔苗助长